要不是七位女儿对朱姨女儿做了这件事 恐怕对方将会留下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在一档综艺中 朱姨女儿一路省吃俭用 费尽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给爸爸买了一瓶饮料 然而不明就里的拉K 由于十分口渴 竟直接喝掉了 这也使得朱姨女儿瞬间委屈到大哭 接下来意识到自己闯了祸的拉K 一没有推切责任 而没有撒泼打滚 他先是诚恳地向对方道了歉 以安抚好朱姨女儿的情绪 最后又去小卖部 买了一瓶一模一样的饮料赔给他 令人称赞的是 拉K另外还多买了个泡泡 作为赔罪礼物 不得不说对于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说 能处理得如此周到 真的很难得了 而他之所以能如此优秀 主要源自于超级奶爸李承炫的教导 父女俩在参加节目时 李承炫不仅经常会给女儿安排小任务 还会主动向女儿寻求帮助 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小举动 不仅让女儿有了劳动参与感 还培养了孩子乐于助人的性格 而当女儿帮完忙后 李承炫也会毫不吝啬地 向拉K表示感谢 这也就有了 后来拉K和朱音女儿有了小摩擦后 她能及时向对方陪礼道歉了一幕 而拉K之所以能如此重视自己的小错误 也离不开李承炫的言传身教 从小就爱美的拉K 有一个心爱的美妆蛋 尽管早已又破又烂 还用针线缝过两次 但拉K就是宝贝的不得了 甚至每天晚上都要拿着睡觉 然而有次坐飞机时 拉K却不绞心把她弄丢了 一般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家长都会认为 丢了就丢了 大不了再买一个就是了 然而李承炫却不这么认为 也没有这么做 她不但穿越了大半个机场寻找 还麻烦了很多人 奔波了许久 才总算找到了外人眼中 那个破破烂烂的小玩意儿 为了让拉K长记性 不再乱放东西 李承炫还特地强调了 她的来之不易 她都去找警察叔叔了 你知道吗 麻烦了好多人为了这个 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想清楚了 你那么重要的东西 你在意的东西 你不能乱放 不得不说 李承炫这点很难能可贵了 她并没有用物品的价值高低 去衡量她在孩子心中的分量 而是尽最大努力 帮女儿找回自己的宝贝 也正因如此 拉K才能清楚地意识到 当初她喝的 不仅仅是一瓶几块钱的饮料 而是别人的心爱之物 当然 李承炫的硬和育儿观 还不止这一点 当导演让拉K展示一下 自己的口红时 他还没有回答 李承炫便先一步上手了 对此 拉K当即便把包拿到一边 并对爸爸说 别翻我的包 李承炫并没有因为 被小孩说脚而觉得没面子 反而温柔地向拉K询问道 可以翻看一下吗 在得到女儿的点头同意后 才进行下一步动作 在之后的展示环节 李承炫也会提前问女儿请示 不得不说 李承炫真的很尊重拉K 或许也正因如此 她才能交出一个震惊全网的国民闺女 其为女儿拉K走过最长的路 便是爸爸李承炫的套路 当父女俩看到别的小朋友在吃糖时 拉K还没开口问 爸爸便说出了她心底的渴望 可能拉K怎么都没想到原来吃糖竟然还要看年龄 不仅如此 对于女儿的挑食 李承炫也有自解的一套方法 她心事当着女儿的面夸奖别的小朋友 紧接着单纯的拉K便上钩了 不得不说 李承炫把女儿的小心思拿捏得死死的 当然李承炫不只爱坑娃 其实更多的还是言传身教 这一幕发生在一档萌娃综艺中 当天气味的女儿拉K和小朋友们一起招揽客人 其中有个叫赵恩的素人小男生 一直在大喊大叫 见此猛娃们便纷纷伸手捂住了她的嘴巴 而这一举动也不禁让赵恩委屈得嚎啕大哭 对此拉K赶紧拿来纸巾给赵恩擦眼泪 并真诚地向其道了歉 而当拉K看到另一名参与无嘴的小男孩死活不肯道歉时 他并没有对其恶语相向 而是耐心地规劝对方要将心比心 一个只有三岁的孩子不仅能及时注意到别人的情绪变化 还能坦诚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及时改正 已经远胜很多统领小孩了 而拉K的所作所为 其实和爸爸李承炫如出一辙 早前李承炫带女儿处理园艺花卉时 由于拉K对小推车特别感兴趣 便在上面跑上跑下的 无论李承炫警告多少次 他都置之不理 这也让一向好脾气的李承炫当场就大爆发 对于拉K的哭闹不止 李承炫更是在一怒之下 直接将其拎到门口现场教育 我给你三秒安静一二 我跟你说了太多遍了 是什么意思 你想要罚站你才会跳上去的 我跟你说了你摸你会罚站 你居然继续摸 我会罚啊 是什么意思了K的包包 而当女儿知道自己为什么罚站后 李承炫又为自己的严厉态度 向女儿道了歉 对不起了包 对不起我吓到你了包 这种恩威秉持的教育方法 也堪称教育孩子的神奇范本 既让女儿知道错了 又不会让她觉得爸爸太过无情 与此同时李承炫对于女儿的择偶问题上 也很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当霍斯燕由于太过喜欢小炮芙 而满世界的喊她为儿媳妇时 李承炫却是在搞懂娃娃亲的意思后 斩钉截铁地表示 作为父亲并没有权力规定 她要跟谁在一起 而自己能做的 仅仅是给她制造一个最优环境 对此网友不禁评论道 有这样一个三观超正的奶爸在 难怪拉克能被教养得这么好 而李承炫的隐藏技能还不止这一点 李承炫不仅育儿友方 在哄老婆这件事情上 也是天赋异病 她没来由的硬气 其实都是暗藏玄机 看小姐姐啊 这腿啊 你能看小哥哥 我就不能看小姐姐是吧 我就是每天都要看 每天每天每天 我不对比我怎么知道 没有这么美啊 而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堪称国民老公李承炫的高光时刻 你换衣服能不能夸一点 你催我什么催啊 你去不换衣服的手 化妆的手 我有催过你吗 你以为有几日能像你一样 一下子就能把衣服穿得那么好看 既把心中的不满发泄出来了 还能保住小命 不得不说 李承炫不愧是那鱼硬化软说第一人 当然 李承炫也有失策的时候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你比一下谁大啊 尽管七威对浪漫过敏 不过也只有七威才能听懂李承炫在说什么 在某档音乐综艺中 李承炫一本正经地评价对方 有一点傻子 一旁的七威只好无奈地为其证明 那个傻子是 不是傻子 是傻子 不是小小的傻子 而之后的李承炫更是狂言 某档音乐综艺 太高了 失去了勾音我的那个声音 勾音我的声音 那个不叫勾引 勾注 那叫做吸引 啊吸引 吸引 七威一边咸起 一边还能精准翻译的样子 也是令人忍俊不禁 尽管李承炫很努力地在表达自己 但最终还是在靠皇家翻译出马 反正是一直很稳稳地有 他的那个古代的这个声音一直在 比较复古 哦对的 复古的一个 对此 七威曾不止一次地在节目中吐槽 自己需要天天翻译 谁也不如翻译 给女儿解释来给老公姐啊 我可她解释得更多 不仅如此 对于40分钟一节的长安十二时辰 七威作为李承炫的专属中文翻译机 更是为其卖力解释了三个小时 你知道我们长安十二时辰第一集 我看了三个小时 一句一句按暂停解释 不好懂 就是这么难懂 就是不好懂 所以我们没有继续看第二期 是因为没有这个勇气 在开启新的三个小时 不过李承炫也用实际行动证明 求生欲爆棚的时候 语言天赋也是可以激发出来的 在一档综艺中 当美女选手在台上表演才艺时 李承炫不禁在台下连连称赞 而她的致意行为被七威抓到后 好美好美好美 哪里美 是你 不仅如此 对于七威的当场质问 李承炫更是瞬间中文十几 我老婆也是特别喜欢唱的 只不过她的声音 是有她单独的一种另外一种杀刺 杀刺 声音那个 可厉害 尽管李承炫足够聪慧机敏 但其实她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 当记者向这对夫妻询问 婚后有没有意境是好时 看李承炫的表情就知道她有多扎心了 而当记者询问有没有后悔过结婚时 七威的选择更是让她惊掉下巴 对于终结拷问 有没有跟其他人吐槽过对方 李承炫更是一脸的生无可恋 值得一提的是 当不少网友提起李承炫 都是用七威老公拉开爸爸来称呼她时 七威却是在舞台上给予了她最大的尊重 看李承炫最后的小表情就知道 她的内心有多感触和激动了 对于这样的神仙眷侣你目了吗